上军哪 秦国可否一统天下 可与不可不重要 想与不想才是关键 徐良向为阳坦白 自己的野心不只是强国 他更希望秦国能统一天下 若要东处与六国争天下 直至扫灭六国一统天下于秦 杨不能测算 何年何月才撑此为业 魏央表示秦国统一天下 比周灭伤还要难 最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于是徐良立马问魏央 秦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坚守法治 待有明君 待有明君 可是比登天还难啊 人人依法办事 朝野便会自行运转 就算出了一两代平庸军 只要秦国法都不改 国家照样不会变形迷来 而这期间 若有一代兄弟崛起 加持秦国强大国力支撑 其 完成统一大业 至日可待 这话听得徐良非常激动 当即表示 遇到魏央是他人生中的大幸 圣君 二十年以后 你我再走一程 军长 秦国 新法根基一程 臣 该离开了 景监向魏央 禀报老氏族的事 称老氏族在太师劝阻之后 纷纷消除怨气 尚书表示悔过之意 但他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魏央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 老氏族们能守法就好了 论计不论心 随后 让景监主持国事 自己前往商鱼县巡视 怕有的朋友忘记了这里提议 商鱼县就是之前 隐私待了几年的地方 魏央在路上发现 不远处有车对运粮 心中顿感奇怪 明明现在不是那粮的时候 于是 马上派人去询问 县利说自己是奉命 将粮食 运到黑灵沟赈灾的 魏央更加不解了 黑灵沟又没有发生天灾 为什么要往那运粮 原来是县令看黑灵沟 对变法有功 所以一直在救济 已经这样两年了 县利还不知道 他们即将大祸临头 魏央立马前往黑灵沟 还叮嘱县利 把县令叫过来 魏央刚到黑灵沟 魏央县令也赶了过来 秦法不赈灾 你做何解释 下官以为 以村事小 就 就擅自做主了 你可曾想过违背秦法 下官只想 赈灾乃天道人证 与法似有通融处啊 尽寸 驾 驾